《猎王记上》第十二章 罗伯安往事件去 因为以色列众人都到了事件 要立他做王 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 那时因逃避所罗门的面 仍然住在埃及 他听见了这事 以色列人就派遣人去请他来 于是耶罗伯安和以色列全体会众 都来见罗伯安 告诉他说 你父亲加给我们的重担 现在求你减轻你父亲 使我们做的苦工 和加在我们背上的重担 我们就服侍你 罗伯安回答他们 你们暂时回去 三天以后再来见我 仲明就离开了 罗伯安王请教他父亲 所罗门在世的时候 势力在他面前的长老说 你们给我出个主意 我应该怎样回答这名呢 长老对他说 今天如果王做这名的仆人 服侍他们 用好话回答他们 他们就常做王的仆人 可是王拒绝了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 反去请教那些与他一起长大 势力在他面前的年轻人 问他们 你们的主意怎样 我应该怎样回复这名 他们对我说 请你减轻你父亲加在我们身上的重担 那些与他一同长大的年轻人回答他 这名对王说 你父亲加重我们的重担 现在求你减轻我们的重担 你要这样回答他们 我的小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 我父亲把一个重担加在你们身上 我要使你们负更重的重担 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 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 耶罗伯安和仲明 照王所说三天以后再来见我的那话 第三天来见罗伯安 王严厉地回答众人 他拒绝了老年人给他所出的主意 却照着年轻人给他所出的主意 对他们说 我父亲加重你们所负的重担 我要使你们负更重的重担 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 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 王不肯听从民众的请求 因为这个转变是出于耶和华 为要应验他借侍罗人亚西亚 对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说的话 以色列众人见王不肯听从他们的请求 就回答王说 我们在大卫里面有什么份呢 我们在耶稀的儿子里面也没有产业 以色列人啊 回你们自己的家去吧 大卫啊 照顾你自己的家吧 于是 以色列人都回自己的家去了 不过 住在犹大各城的以色列人 罗伯安仍然做他们的王 罗伯安王 拆派掌管做苦工之人的亚多兰 往以色列人那里去 以色列众人却用石头打死他 罗伯安王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去了 这样 以色列人背叛了大卫家 直到今日 以色列众人听说耶罗伯安回来了 就派人去请他到会众面前 立他做以色列的王 除了犹大支派以外 没有跟随大卫家的 罗伯安来到耶路撒冷 就召集了犹大全家和变亚敏支派精选的战士18万人 要与以色列家征战 好把国夺回 重归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 但是 神的话临到神人士玛雅说 你去告诉所罗门王的儿子 犹大王罗伯安 犹大全家和变亚敏 以及其余的人民说 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不可上去 不可与你们的兄弟以色列人征战 你们各自回家去吧 因为这事是出于我 众人就听从了耶和华的话 照着耶和华的话回家去了 耶罗伯安在以法连山地修筑了世建城 就住在城中 又从那里出去 修建了皮努伊勒 耶罗伯安心里说 现在这国仍然要归回大卫家 这民若是上去 在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里献祭 这民的心就必归向他们的主 犹大王罗伯安 他们必把我杀了 然后回到犹大王罗伯安那里去 王打定了主意 就做了两个金牛犊 对救命说 以色列人啊 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够了 看啊 这是你们的神 就是从埃及地领你们上来的那位 他就把一个牛犊安放在伯特里 一个安放在旦 这是成了以色列人的罪 因为众民都到旦 那个牛犊面前敬拜 耶罗伯安在秋潭那里建殿 把不是立位子孙的平民立为祭司 耶罗伯安又定了8月15日为节旗 像在犹大的节旗一样 他自己在祭坛上献祭 他在伯特利也是这样 向他所铸造的牛犊献祭 他又在伯特利为他所建造的秋潭设立祭司 8月15日 就是他心里私定作为以色列人节旗的日子 他在伯特利在自己所建的祭坛上献祭烧香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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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